好,在这边呢,它有V,A,B,C是一个Pyramid 然后三角形A,B,C是它的底部 V,E是那一个它的顶点 然后Angle between the Incline Plan V,B,C跟Base是42度 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V,B等于V,C呢都是2.6 然后过后呢,A,B等于A,C都是3.2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这一个这样过来 这一边它有一个M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它给我们的是42度 这一边 好,来,题目要我们算的是 V,C的长度 然后它的那个Area of三角形V,B,C是2.5893 然后我的V,B,C是这样的 OK 在这一边,这个是V,这一边是B,这边是C 这个是2.6,这个也是2.6 然后这个我给它是Data 然后我要找B,C出来 所以这个呢,这一个呢 我就有 122.6,2.6,2.6 我拿到的是50度 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50度 所以我的Data等于50度 然后我的V,C呢 就会是等于 那一个2.6,2.6,2.6,2.6 然后Cos50 整体的Squared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答案 10.x2 是这个 这样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 就会是h2.6的672 2chops50 好,我把这个 这个2.198 so他的答案是2.198 所以在这一边他这一个BC是2.198 然后他在这一边他说AV 然后AB是那个AB跟那个是37度 这边是37度 这个是37度 所以我们的这一边是这样 然后所以这个是V 这个是A 这个是N 这个是42度 这个是37度 然后 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那个AV的长度 所以我要找AV的长度的时候呢 我先找VM的长度 OK 可是我要找VM的长度的时候 我回到这一点 我要找VM的长度 所以我的VM的长度在这一点我加多一条线下来 这一点 这个是我的VM OK 然后这个是25度 所以我的HIP 然后我要的是VM 然后我要的是VM VM是AZS OK 所以大卡 收到卡 所以我在这边 我的COS 25度 会是等于VM 除以 那一个2.6 所以我的VM呢 会是等于2.6COS 2.6COS 25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2.3COS 所以这个是我的VM so这个是我的VM 所以这个是2.356 2.356 然后我们用SIN5说 so我的AV除SIN42 等于2.356除SIN37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我的AV了 OK 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这一个2.356乘SIN42 然后它下面这一边是SIN37 然后拿到的是2.619 所以它答案是2.619 可以6195 2.260 所以它答案是2.620米 OK 好 把单位都是米 OK 所以它这个的答案是2.620米 好 2.62 这个是2.62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要找那个VAB跟VAC之间的角度 所以VAB跟VAC的角度的时候呢 我要的其实是 这一面 这一面 这一面VAB跟VAC的角度 这一面 还有这一面 的角度的时候 我需要做的事情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 我找这一条垂直线来到这一边 然后还有这一条垂直线来到这一边 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一个 好吧 它的度数 OK 然后它在这一边就跟这一条是垂直 所以你就心里想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有 类似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这个是平的 这一个是VAB 这样 我把它调过来一点 这样 所以这一个是AV 把它调过来一点 这样 它变成这样 然后我要的是这一个 这一边 OK 这个我给它是N 这个是N 这个有90度 然后 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AB 我有AB吗 AB是3.2 我有BB吗 BB是2.6 我有AB吗 我有AB AB是2.62 2.6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要找它的那个Area 是我的Area of三角形 我找Area的原因 其实是我要找这一条 VM的长度 我的Area呢 找Area之前 我先找Area 我先找Area 我的Area 什么2.62加2.6加3.2除2 然后拿到的是4.21 OK4.21 然后我的那个area呢就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answer 乘answer-2.62 再乘answer-2.6 再乘answer-3.2 然后拿到的是这个3.299 然后拿到3.299之后呢我就可以找到 这个 这个是他的hide 所以他就120乘2.62乘hide 等于3.299 所以我的hide等于 这一个hide等于3.299 bn也等于我的cn都等于这一个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三角形 是这样 我这边这个是n 这边是b 这边是c 然后这个是我的α 然后我的这一边 然后我的这一边呢 这一个刚刚我已经找到它是 2.518 2.518 2.518 还有2.518 这个2.198 是在这一边 所以他刚刚的这一些2.198 然后 他的这一些 av的2.62 都有在这边用的吧 所以我要找我的这个alpha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cost rule 所以我的2.198 square 等于2.518 加2.518 square 减2乘 2.518 2.518 然后cos alpha 所以我的cos alpha 会是等于2.518 square 加2.518 square 减2.198 square 除 2乘 2.518 2.518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 就有 2.518 square 两个 减掉 2.198 square 下面是2乘 2.518 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0.619 所以我的这一个alpha呢 会是等于 up cost 0.619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shift cost 我拿到是 51.76 嗯 2.518 square 加2.518 square 减2.198 square 2乘 5 对啦 OK 所以我的 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对了的啦 他应该是打schema那边错了 OK 所以在这一边up cost 0.619 51.76 51.76 51.76 好 这就是我的答案啦 然后跟我的schema的答案是一样的 正确啦 OK